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弟兄姐妹平安 感謝主要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的使徒行傳 今天要講第九章的下半部 我們先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天父們 感謝讚美你 主要來到你的面前 主要真的帶著你的心 帶著我們的盼望 帶著我們的和睦 我們的和睦 來到你的聖片當中 來朝著你的面 來聆聽屬天的話語 謝謝主 求你開啟我們的心窍 開啟我們的耳朵 聖靈來對我們說話 看我們的新聞 讓我們聽 能夠聽明白神話語當中的奧命 讓我們聽明白神話語當中 要帶給我們什麼樣的 要讓我們生命被修剪 被翻轉的信息 也讓我們能夠 真的內化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所思所行 所做所說 我們都要合神的心意 謝謝主 這樣的祈求祷告 就是奉靠主 耶穌基督的聖命 阿恩 好我們知道 那個使徒行算前面呢 保羅他被神大光光照 之後 那他生命被翻轉 那這個時候呢 他開始要去 去接觸門徒 想去傳用福音 他有心想要服侍神 但是呢 他必須承受過去 他逼迫基督徒 所要面對 這個後面人家 對他的不信任 這個輿論的壓力 以及面對外面 因為他要去跟人家傳福音 也會碰到很多 因為他曾經是一個 法利斯坦人中的法利斯坦人 所以他也會碰到 他的這些同族的宗教領袖 也要跟他們去變大 所以面對他翻轉後 基督徒對他的質疑 還有他要去面對 以前跟他同樣都是 法利斯坦人 這些宗教領袖 逼迫 他需要去預備 這也是他一個 必經的一個過程 他要面對 他的生命當中的挑戰 但是感謝神 因著聖靈的感動 調整 帶領還有引導 他慢慢的被接納 還有他會 他開始跟 跟他同樣就是成為 被耶穌吸引的這些弟兄姊妹 他們產生革命性的情感 繼續為主感想 所以我們今天先來看 第九章二十三節 那這邊斷句 上一次從二十二節裡面斷掉 是有點奇怪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要特別來講 保羅、巴拿、巴跟彼得 這三個在這裡 同時出現這三個不同的角色 他們之間神給他們的 神給他們在這個 這一個階段的一個角色的對應 還有他們的恩賜 還有神給他們是那種感動 不同的性格 他們怎麼樣去 在這個時間點裡 那怎麼樣去為主 去傳福音 去為主白相 去為主發揚光大 那我們今天呢 要特別來看這三個人 他們不同的這個性格 還有他們之間 有什麼樣的連結跟關係 好 我們看第九章二十三節 過了好些日子 猶太人 因為保羅開始去變道 變變變變 變到這些宗教領袖 心聲不滿 其實心裡就非常的不爽 所以他們又開始要商議 要殺耶穌 殺扫羅 就跟之前要殺耶穌是一樣的 但是 感謝神 他們的計謀被扫羅知道了 那他們呢 不甘心 又開始 昼夜在城門守候 就是決定決心 非殺他不肯 然後呢 二十五節 終點來 他的門徒 就在夜間用筐子 在一個很夜黑風高的夜晚 然後他們就急忙忙的 把扫羅 從那個城牆上 把他垂下去 讓他送他逃走 所以 我們從這邊可以了解到 活在這個初代教會的門徒 就不是那種過得很安逸 不是什麼蝦冰蟹這樣的軟弱之徒 他們的屬靈生命 是真的經過這樣子的逼迫 真槍實彈的操練 為什麼 因為在周圍 真的是危機處處 因為挑戰非常的多 隨時都要跟 威脅生命的這些危險來搏動 所以 扫羅來到大馬士革 跟這些眾生徒 開始交往去交流 那好不容易 他們也願意接納了扫羅 那他們憑著信心 憑著聖靈感動 把他當成弟兄來看 那不但接納他 還保護他 還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本身就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面對 你面對一個 一直逼迫你的人 你可以想像那個 他們的感受 一個一直逼迫你 一直要挟你 一直要追殺你的人 那你突然看到他的改變 你這個要接受的這個過程 其實要有很多的心理的調適 你才能夠真正去接納他 那你還不只要接納他 你還要用你的生命去保護他 這個對當時候的門徒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跨越 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 真的 這件事情本身就不容易了 所以我剛剛講 他前面捕捉了很多基督徒 而且迫害他們 傷害了許多人 其實他們當時候是 保如是一個基督徒的仇敵 那如今你要愛他 還要保護他 還要放下過去的仇恨 仇恨 用愛來諒解他 真的 真的怎麼只有靠神的愛 那只有靠耶穌基督 才能夠做得到 放下過去的一切 用信任來接待他 用生命來保護他 那當他們願意 這樣子接納保留的時候 他一旦發現 他們所愛的弟兄有危險的時候 那些門徒就號召起來 他們就願意 用組成一個趕死盾 然後用一個很有創意的方法 因為那些宗教領袖 他們堵在城門口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到城牆去 然後 在緊迫的時間 將扫羅救援成功 那我想 如果不是真的愛主耶穌 就像牧師上週講的 你只愛神 可是你不愛你的肢體 不愛你的弟兄姐妹 這個愛是愛 只愛一半 這愛 可能是假的 或者是不那麼真實 你還在摸索 那你把 你只能愛一半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把耶穌的身體給肢解掉了 把耶穌的家 把它分裂 弄得分崩離析 那這不是真的屬神的生命 那所以如果沒有真實的屬你生命的時候 是真的很不容易做到的 因為面對一個這樣子 曾經逼迫基督徒的人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 扫羅呢 他逃跑了之後對不對 然後聖女就把他帶到耶路撒冷 然後 2690這邊 他想要跟門徒結交 然後他們卻怎麼樣 又到了一個新的環境 在大馬四格好不容易 他跟他們建立了一段感情 可是 因為扫羅真的是惡名照將 只是傳遍了所有的大馬四格跟耶路撒冷 這個人就是逼迫基督徒的人 然後 突然回到我們當中 他們一定想說 你要幹嘛 你又要來逼迫我們嗎 你要來守護我們嗎 你要來治我們於死地嗎 他們一定非常心中 非常的害怕跟懼怕 所以這邊說 他們卻怕他 而且不相信他就是門徒 那是27節 我們看到有一個人 巴拿巴 他願意接納他 而且領他去見使徒 而且幫助他喔 替他說 就是幫助他 再告訴弟兄姐妹說 他怎麼樣 在路上看見主 神怎麼樣對他說話 然後他在大馬四格呢 他做了怎麼樣改變 然後奉耶穌這名 放膽講道 都訴說出來 28節 於是 這個因為有巴拿巴 所以扫羅呢 在耶路撒冷跟門徒出路來往 一樣奉主的名放膽講道 繼續再跟說希臘話的 勇太人辯論 講論辯駁 他們又要殺他 所以三四節弟兄們知道了 送他下蓋薩利亞 打發他往大樹去 那時 勇太人加利利 上馬利亞各處的交魂 都等平安 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 蒙聖靈的安危 人數就多了 所以 因為 保羅呢 在前一段看到 他在大馬四格 他傳到 他分享 傳到有人要殺他 結果他就 靠著弟兄姊妹的幫助 他就跑到耶路撒冷 然後這邊的門徒呢 一樣 不相信他 還是一樣懼怕他 那幸會有一個人 就是巴拿巴 他願意出面來接待保羅 撒羅 當時還是撒羅 願意為他開路 那 當沒有人願意接待 撒羅的時候 是巴拿巴 他願意出面支持他 所以 我們從那邊可以了解 巴拿巴的性格 他是一個使徒 而且 他是一個願意 樂意成全人的領袖 更重要的是 他不會去嫉妒別人 他願意扶持撒羅 到後來 保羅成為一個 偉大的宣教士 甚至超過巴拿巴的光環 那我想 神在做事是這樣 神會讓真正屬神的人 能夠同感一點 即便是撒羅這樣子 令人懼怕 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令人相信的一個 一個人的這個人物的角色 巴拿巴呢 他也願意去接待他 引導他 甚至之後願意成全他 讓他去做更大的事情 所以牧師呢 他就一直在 每次的分享 他就一直在幫助我們 引導我們 當神把我們放在 某一個環境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用內在的聖理 去用心去感受 去觀看 甚至我們跟著牧師在查經 那牧師用教導我們 用歷史性的神學系統的架構 然後把我們面對的 我們聽到的 我們看到的 我們或者是我們在 感受到這個環境當中的 有一些壓迫的時候 把它放到這個系統去 跟神做連結 做對應 我們怎麼樣 開始用我們 我們領受了很多 我們聽了很多 我們也很莊敬了很多的知識 但是怎麼樣想辦法 跟神做對應 把我們裡面所領受的這些 本來是知識的東西 內化成為我們生命部分 我們讓自己能夠 在您所處的環境 能夠活出 耶穌基督在我們裡面 聖靈充滿這個愛 又活水泉源的這個生命 這是一個 就是神也透過牧師的分享提醒 幫助我們 把我們的信仰 融入在我們所到的 各個環境裡面 讓跟我們相處的人 讓他們感受到 我們裡面的不一樣 不一樣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開心 為什麼我們屬神的人 我們可以這麼的有信心 生命會這麼的不一樣 跟以前所認識的 這個您是完全皆然不同的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雖然我們不需要說太多 或去像寶文一樣 跟人家去辯論或什麼 可是我們生命的成長 生命的呈現 人家會感受到 人家會看 會去觀察 所以我覺得這是 在巴拿巴這裡 它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它專注在神的身上 它了解到 它感受到 它割取到神的心意 然後所以 它面對 像保羅這樣子 惡靈糟糟糟的人 可是它感受到 神的代理 它也感受到 它的改變 所以它沒有派斥他 它願意接納他 然後還帶他去見使徒 把保羅在路上 怎麼樣遇見神 神怎麼樣光照他 神怎麼樣對他說話 然後他順佛主 然後還有 他在大瑪士格 怎麼樣奉主耶穌基督 放膽講道 他都訴說出來 讓門徒可以卸下心法 願意去接納他 所以這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也是考驗 門徒的心智 跟教會的 這個屬靈的生命 因為門徒的 接納跟回應 非常重要 就能夠看得出來 這些人 他們是不是真心的 敬畏神 然後也可以跟巴拿巴一樣 願意接納 掃羅 甚至還可以幫助他 所以我們這邊也可以 再深入一點想到說 其實巴拿巴的性格 就是對應到 整個現在的 這個教會的牧羊系統 它其實是一個 屬於一個輔導者的角色 他輔導者的角色 他看重的是關係 那看重的是 每一個人 他跟神之間這個愛的關係 然後還有跟這個人 就是還有神所愛的人 他也看重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會願意很有耐心的去接納他 陪伴他還有信任還有安慰掃羅 所以巴拿巴前面有講到 他叫做勸慰子 就是勸勉安慰人的一個角色 那當然保羅 我們也知道他的個性 跟他是完全大不想同 保羅是一個宣教師 他是一個教師 他強調真理的對錯 他會跟人去辯論 所以為什麼 我們前面看到兩段經文說 為什麼人家猶太人 一直要追殺他 我想這就是其中的原因 他一直戳戳戳戳戳人家 戳他們的 戳他們的生命 戳他們的假象 把這個真實的生命 把他們真實的生命 暴露出來 我常說這個叫造藥禁 真的是造出人家生命當中的 一個本質出來 那當然宗教人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自己 原來我是這樣的 那既然你指出了我的錯誤 就是讓你死 就是先下手為強 所以之後他跟保羅跟巴拿巴 為了馬可會分道揚鑣 其實我們從這邊可以了解 兩個是個性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分辨真理的對錯很重要 但是這個關係 你知道要在神的愛裡面 因為神就是愛 如果你把關係切斷了 就沒有 你跟他隔離了 你就沒有辦法 這個接觸的點 沒有這個愛的接觸了 所以 但是呢 有關係 你卻不講對錯 也不對 他這個是逆案 你會寵壞他 所以 但是只講對錯 如果不保持關係 這個愛的成分又變少 又變成一個酷吏 那 一般來講是這樣 我們在座 很多父母親 父親的角色 對應來講 大部分是比較講求公義的 所以父親比較可能會大義命輕 會 對 比較可能是會 是會有這個 他比較強調對錯 他希望能夠教導孩子 對跟錯 要非常的是非 要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 那媽媽呢 媽媽就會 比較心軟 就說 再怎麼不好 還是自己的孩子 就是會很願意接納他 包容他 所以比較強調的是關係 但事實上 我們的神呢 他是連個都有 我們 他既是公義的神 也是慈愛的神 但是我們服侍神的人呢 我們也要 要兩者兼具 但是這兩個 怎麼取得平衡喔 這個 這個就是要去 斟酌 然後要去 領受看神 怎麼引導跟帶領 還有對方 他願不願意 用同樣的態度 去回應你 還要看他 願不願意配合 所以 這裡呢 我們看到巴拿巴呢 他就充分的 展現了他的特質 在大家 害怕 仿如的時候 然後 扫羅的時候 我就接納了他 那接下來我們看 28節 於是 巴拿巴他很認真的 很用心的 幫助保羅 把這個關係 跟弟兄姊妹的關係 跟門徒的關係 讓他們能夠 因著神的愛 能夠被彼此接納 所以 扫羅呢 在耶路撒冷跟門徒 出路來往 可以開始有接觸了 那他 有開始 奉主的名 放膽 講道 並與說 希臘話的猶太人 講論 辯駁 他們卻想法子 要殺他 那 這邊呢 我們還有再看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今天 屬靈領袖 既然當造了這個屬靈的領袖 你必須要有一個氣度跟高度 所以你到底是害怕別人功高震主 害怕被比下去 或者是害怕失去舞台 所以你要 必須要不斷的逼迫或殺害門徒 甚至連耶穌都殺了 還是 我們要像巴南巴一樣 就是樂於成全別人做 比我們更大的事情 然後 擁有一個天賦的心胸 其實我們 每個弟兄姊妹 我們也要學習 就是聖經的人物 他都是曾經真實的活過 那我們也看到神在他們身上 所展現出來他們的恩賜 或者是他們的 因為他這個角色的不同 他所要展現的 那也是成為我們的借鏡 我們要怎麼樣 學習他們 就是 倚靠神 或者學習怎麼順服神 然後 去帶領同工跟弟兄姊妹 這也是我們屬於屬神的兒女 必須要自己去調整 自己去修正的 當然 你有公義的成分 沒有錯 但是你也要靠主 把你的這個愛的 神的愛 神的包容 神的接納 你要去往這裡 去慢慢靠我 那如果你是非常的有愛心 這沒有不好 這非常好 但是你生命當中去灑了一點神的管教 或者是神的 神的 誡命 或律法 那這個時候 我們也必須要慢慢去調整調整 把這兩個能夠折衷 成為一個 我們呈現我們生命一個最好的詮釋 好 所以呢 教會呢 是耶穌的子弟 教會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社交 一個需要的場合 教會是傳遞救恩 是接納罪人 是建造門徒 是打到跟敬拜神的地方 是傳達神愛的地方 而不是分門別類 而不是減東減西 就是合我們的心意 我們才願意接納你 才讓你進來的一個私人俱樂部 並不是 所以當教會撇下這些所有私人的想法 私人音樂的時候 願意符合 我們神的心意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 教會才能夠真正得獎 屬神來的一個真實的平安 凡是敬畏主的門徒 才能夠蒙聖靈的安慰 那人數呢慢慢變多 就不會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好 那我們看三十節這邊講到 弟兄們知道了 就送他下 他又帶著塔跑了 打扮他到大樹去 那保羅呢 在這裡就暫時先退場了 那一直到後面的十一章呢 扫羅又再次出現 那接下來呢 就換筆人登場了 然後從下面的三十二節開始 聖靈要帶領他們 展開另一段新的旅程 那照著 就是照著耶穌基督的話說 福音呢不但要 在耶路撒門猶太全地 跟撒利亞做見證 更要 這裡有一個重點就是 要把福音傳給外邦人 要傳到那些為德之名當中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三十二節 我們請清灌來念一下 三十二到三十五節 彼得周流四方的時候 也到了居住羽大的聖徒那裡 遇見了一個人 名叫尼亞 得了他灌 在路子上誤過八年 彼得對他說 尼亞 耶穌基督醫好你了 起來 收拾你的路子 他就立刻起來了 凡住呂大和善恩的人 都看見了他 就歸屠 好 這邊三十二節 本來一直在講掃羅的事情 但是這裡話風一轉 突然把彼得安插進來 在這一個 這一個神所安排的這個劇本裡面 好 這邊話風一轉說 彼得呢 周流四方的時候 到了居住在呂大的聖徒那裡 這個我們可以知道 彼得我們從這裡可以依稀去感受到說 這個時間點 彼得他可以四處去走動 所以表示當時候可能外界的這個環境跟局勢 跟之前在逼迫扫羅的時候有點不太一樣 就像三十一節這邊前面講到三十一節說 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 可能這個衝突點就是少了我們暫時離開了這個地方 所以這些宗教領袖就暫時不去逼迫他們 不去掌他們的麻煩 所以可能這個平安可能包含了整個局勢的暫時的環境 對基督的逼迫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彼得呢 他可以暫時自由的去走訪各地的教會 去探訪各地的門徒 然後這裡呢 彼得遇到一個攤子 彼得說什麼 就對他說 耶穌基督醫好你了 其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這裡的一個分享 就是說 我們自己要知道 我們本身就是使徒 他看起來好像是跟隨神 緊緊的跟隨神 但是 事實上我們這個人其實沒有能力的 我們所有的能力都是因著耶穌基督而來的 所以要這個攤子的是誰 是耶穌基督 並不是我們 並不是 很多人會追求一種神蹟 好像說 我走到哪裡 隨算隨便到 兄弟我醫治你 你怎麼樣就好了 或者是遇到攤子 攤子起來 很多人期待 這樣的神蹟是從自己出去的 好像 好像我這個人很有能力這樣 但事實上 並不是我們有什麼樣的能力 而是這個能力是從神來的 所以我們基督徒沒有什麼可以誇通的地方 無論我們在教會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才會什麼樣的事項 我們能不能得到別人的肯定 或者是感動 其實都不是那麼重要 都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說 因為我們 事實上 如果不是神的救贖 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得來服侍神 所以神從來不需要我們特別為祂做什麼 但是神希望我們可以跟祂同心 我們配合祂 順服祂 跟祂一起同工 配合神的心意 順服神的概念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我們問神說 主啊 你要我為祢做什麼 主啊 我可以為祢做什麼 這才是神樣的 那求主呢 就幫助我們能夠明白 我們能夠怎麼樣來服侍主 怎麼樣來配合祂的心意 而不是一股腦的 哇我服侍神 很多初信主的非常的熱心 非常熱心 哇一股腦的就說 哇祂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事實上 有時候弟兄姐妹就會勸你 你還一還 你不要太那個 不要太急詐 不要太衝動 你先還一還我們先好好禱告 我們來禱告說 神要怎麼用你 或者說 你願意來服侍教會很好 那我們來禱告說 神到底祂的心意在這間教會 祂想要透過弟兄姐妹 呈現出怎麼樣的一個屬靈的生命 然後再來一起同心合一的為主百相 然後來服侍弟兄姐妹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好 那35節這邊經文告訴我們 這個是神經所帶來的結果 就是住在旅大和沙龍那一帶的人 看見了神在這個攤子的作為 就歸服了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那這是一個真正的見證 是能夠足以影響我們身邊的人 那其實我剛講一直到今天還有人 他喜歡追求神經 但是牧師長講 事實上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所施行最大的神經 就是讓我們可以認識祂 讓我們可以回轉回向祂 讓我們可以接受祂成為我們生命的救主 這就是最大的神經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自從我們的信了耶穌基督之後 我們的生命到底 願意被神改變了多少 這是我們常常要去反思的 到底我今天神的聖靈 因為每個人都覺知過了 每個人也受洗了 我們的內在生命有聖靈的內住 但是你讓聖靈在你的生命當中 佔多少的成分 很多人就是我有需要 我在突然想到 我好像受洗了 我還有一位主人來問問他 那平常的時候 我就是還是按照自己的喜好 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做事情 但是求助幫助慢慢的慢慢的 我們去感受到內在的聖靈 祂會對我們說話 祂會引導我們 祂會給我們感動 祂會知道我們做什麼樣的事情 是合神心意的 我們才不會自己忙忙壯壯的 想要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卻常常會因著這些跌倒 自己被半倒 這也是一個很可惜的 但是當然這也是需要去經歷的 一個生命的成長的過程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慢慢調整 慢慢把自己的聚焦 放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那求聖靈來引導我們 前面的道路 引導我們 我們應該怎麼做 怎麼說 怎麼行 能夠越來越有耶穌基督的形象之氣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剛剛講 對我們的生命 我們常去反思 我們的生命改變多少 其實我們最親近的人 就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伴侶 我們的父母親 我們最親近的人 他會給我們最真實的答案 到底我們信了神之後 我們這個生命 改變了多少 你的改變 其實在旁邊的人 看得最清楚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神蹟 我們來看三十六到四十六集 經文 這邊記載了彼得所行的另外一個神蹟 三十六節 在約帕有一個女徒 名叫大彼大 就是翻希臘話就是多家的意思 然後她呢 她廣行善事 她多師周敬 她是一個有行動力的一個善行的一個基督徒 然後但是呢 當時她患病而死 有人把她洗了 停在有上 門徒聽見彼得在那裡 他們就好高興 他們想要從 他們聽說這個使徒 他跟過耶穌 他們也知道 耶穌曾經行過死人復活的神蹟 所以他們就把寄望 放在這個使徒的身上 期待從他身上 也能夠得到相同的神蹟 因為這是他們所愛的一個姐妹 所以他們就打發兩個人去見她說 要求她說 快點快點快點 趕快到我們那裡 他們非常的急 因為她已經死了 而且把她的身體都清潔乾淨了 放在樓上 所以說趕快趕快到我們那裡去 你不要耽誤啊 那個時候 這些信徒看到他們所愛的多家死了 很捨不得很悲傷很悲痛 所以他們知道 彼得在不遠的履帶的時候 就趕快派人去請他過來 那39節彼得呢 聽到這個消息 他就起身跟他們同學 到了那裡的時候 他們就趕快有人把他帶到樓上來 然後看到旁邊眾寡婦 一群婦人都站在彼得的旁邊哭 而且還拿多家與他們同在死床 做的隱衣跟外衣給他看 那這裡我們可以了解 當時候的寡婦都是比較 社會比較底層 需要被幫助的人 比較弱勢的人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多家呢 他所幫助的就是 當時候社會是最需要被幫助的人 社會最底層的人 好 彼得呢 這個時候他就這樣出去 彼得就跪下禱告 用肯欠跟神祈求 那彼得呢 他等到 祷告到聖靈的感動跟引導的時候 他就轉身 對這個死人說 大彼得起來 然後他就睜開眼睛 看到彼得 都坐起來 那彼得 伸手 把他合起來 然後就把這些聚集在外面 很焦急的 那個聖徒跟寡婦 叫他們進來 然後把多家呢 交到他們的手上 那四十二節 這邊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件事傳遍了約怕 就有許多人信了誰 信了主 不是信了彼得 注意 很多人信了主 然後 此後彼得在約怕一個 笑皮這樣子的西門的家裡 住了多日 好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彼得呢 他行了兩個神蹟 一個是 讓癱瘓的人可以起來行走 讓許多人因為這個神蹟 順服歸向神 那第二個 大彼大 生病死了 彼得讓他從私立復活 這裡呢 有兩個醫治 那這兩個醫治呢 這邊要看的重點 不是神蹟本身 而是這個神蹟之後 所帶來的福音 傳遞出去的效應 所以這兩個醫治呢 都是跟福音的擴展有關 一個是看見了 就歸順主 一個是傳遍了 約怕 就有許多人信了主 那其實呢 我們要了解 神蹟呢 它本身其實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小的範圍 一個是大的範圍 那小的範圍呢 就是對這個當事人 當事本身 這個領受神蹟這個人 這個攤子 我站起來了 我可以走了 或者是已經死掉了 我活不來了 我又可以出去了 對當事人是 一個祝福 那但是更大的是透過 更大的範圍是透過這件事情 透過這個當事人的見證 擴大到拯救整個區域性的靈魂 這兩個來做一個比較 到底是這個神蹟 對當事人來說 他的身體的得意志 或者是復活比較重要 還是整個地區性的人的靈魂 得救比較重要 當然就是這個大範圍 以人來講 可能以人的需求 以神的 以人的需要來說 當然是我得意志比較重要 但是以神來看 以使徒 他們要去傳扬 神的福音的人來看 是整個地區性的信主 比較重要 那其實很多人呢 他行神蹟就是單純行神蹟 他的目的 只要把人醫好就好 但是問題是 牧師這樣講 如果這個醫好了 或者是他 他癱瘓醫好了 可是過不久 他還是得走 還是得死 然後這個人從死裡復活 怎麼樣 他就永遠活著嗎 沒有啊 這個肉體還是會壞掉 他還是會死啊 他是延長 一個是消耗品 讓他延長他的使用年限 那這兩個醫治的神蹟 充其量 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你說延長使用年限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他可以 他可以 吃 多找一些好吃的東西啊 或者是 他可以去多一點的地方去玩樂 或者怎麼樣 可以多做一點事情 但是問題是 這個延長的時間 你說長不長 對神來講是不是很長啊 但是對神來 對人來講是 就好像有得到滿足 其實這個延長的時間也不是很久 但是如果因為這個醫治 能夠擴大到很多人信主 那這些人信主呢 他們得到永生 得到永恆 這個就可以持續到永遠了 是不會被消滅的 而且不是說延長連線到有一天 沒有辦法使用 他會一直延長下去 就像是上禮拜講的 人有兩個生日 基督徒啦 有兩個生日 第一個生日就是你 肉身 肉身的母親把我們生出來 第一個生日有開始 但是他還會有結束的一天 有生日有祭日 但是第二個生日是 受洗重生的日子 這是從神來的 是有生日但沒有祭日 為什麼 因為這個生日 你一旦接受了耶穌基督的時候 你在擋下你就得到永生 你的靈魂就會持續到永恆 所以這就是幫助我們 這裡的重點就是幫助我們 從神蹟我們只看到一個人 他好像被醫治了被醫好了 能夠提升我們 到這裡傳福音做見證 榮耀神 令人歸主 叫人得到永恆的生命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靈禮的被提升 不是只是說我生命 主你醫好我就夠了 並不是這樣 所以今天我剛剛講 很多人也寄望神能夠 讓這個世代 讓更多的神蹟發生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個傳道人 比如說我 我可以像那個彼得一樣 就是讓多加富 讓攤子起來其實 哇我們生命書教會就擠爆 我搞不好就比那個印度神童 還要出名 每天報紙就會報答我 但是不是這樣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一章 那邊有講到 你可以翻一下 哥林多前書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節 神到底看重的是什麼 那神要我們學習 我們要看重的是什麼 哥林多前書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節 我來說 猶太人呢 他要神蹟 犀利寧人是求智慧 但是我們卻是傳丁十字架的基督 在猶太人為伴講師 在外方人為瑜伽 所以弟兄姐妹我們不要忘記 耶穌他自己行這個神蹟 聖經記載 他在耶穌基督在地上 也只有三次讓死人復活的這個神蹟而已 一次就是艾魯的女兒 那一次呢 是一個寡婦的兒子 在路加福里那邊記載 耶穌他遇到一個送葬的隊伍 看到這個媽媽非常的難過 他起了憐憫的心 他就醫治了這個兒子 讓他從死裡復活 在路加福里那邊我們講到 還有一次就是拉撒路 瑪大跟瑪利亞的弟弟 拉撒路復活 所以主耶穌 祂之所以願意行這樣的神蹟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跟這裡彼得祈求 主讓多加復活一樣 是為了那些人的需要 然後但是這些人還在嗎 他們不在 可是他們得到永生了 他們願意接受歸向主 他們生命已經就可以延續到永恆了 那當然我們現在的教會 我們也會講述 講述耶穌所行的神蹟跟智慧 但是這不是那種表演式的神蹟 不是像我剛剛講的 很多靈恩派的他們就是 你要什麼長短腳背 最常派的就是長短腳背抑制 掰開了就是主人拐杖進去 掰開了奉主耶穌氣 我叫你起來先走 你就拐杖一丟 你就可以活蹦亂跳的走了 我們現在所要看的神蹟 不是這種表演式的神蹟 就像馬太福音那邊講的 文士跟法利賽人 他就跟耶穌說 夫子很挑釁很輕蔑 就說我們願意你選個神蹟來給我們看 就說 哎呀收回家裡開 你選個神蹟我們願意看 我還要你願意 你還真當自己是誰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種表演式的神蹟 因為後來在下一句耶穌就說沒有神蹟 因為又不是大衛魔術師 然後也不是講這個世界的智慧 我們所追求的就是耶穌基督自己 我們的生命呢 有了基督 有了神的生命 有了聖靈內住 這就是最大的神蹟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願意生命能夠被翻轉 我們接受神 以前我們都是拒絕的 我們也都是拒絕的 但是從拒絕到接受 的這個過程 就是神一直不停的在動工 不斷的在翻轉 在翻轉 讓我們可以接受 耶穌基督成為生命的究竟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神蹟 所以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活 靠耶穌我們才能夠產生 從神來的智慧 好 所以彼得呢 行了這兩個神蹟 也表示福音已經傳到這些地方了 而且他的行程喔 他的行程也是聖靈在帶領的 他們完全都不是自己 喔我想去哪裡或怎麼樣 其實他們的每一個 每一個行動 每一個目的 每一個計畫 都有神特別的安排 然後最後呢 聖靈把他帶到這個蕭皮匠西門的家裡 住了好多天 這個蕭皮匠呢 他是一個制皮的工人 那由於當時這個 這個動物的皮嘛 就是從這個實體上面取得來的 所以對猶太人來講是屬於不潔淨的 對不潔的 他們不會去接觸這些人 不會去接觸這種人 所以但是這邊特別講到 彼得居然願意去住在他家 表示彼得已經擺脫了 猶太教的很多的傳統的禁忌 跟傳統的概念 欸這就是一個下一段落 就是我們下一次要講到 第十章的一個開啟 那下一章是講到 戈尼流 戈尼流全家信主 那那一段呢 就是正式進入到外邦人 就是我們 福音不是指 局限在猶太人 約路撒納而已 可以傳到外邦 就是正式進入到外邦 可以得救 可以受刑 這個對整個教會歷史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躍進 好 那剛剛我們講到 巴拿嘎跟保羅的差別 那這邊呢 我們看到彼得 也可以看到 我們延伸到 保羅跟彼得的差異又是什麼 我剛剛講 保羅是宣教士 是教師 那彼得呢 他的角色是牧師 所以彼得他做的是 建立教會跟牧養 所以彼得前後書有講到 就是牧長 牧養就是對 就是要兼顧信徒 要把真理來告訴信徒 兼顧他們的信心 兼顧他們的思維 兼顧他們的這個信仰的生命 但是宣教士呢 就是到處去撒種 那當然 不過這裡有講到 彼得他所行的神經 也是促使那個地方的人 都能夠進到神的國度 所以在初期教會 這個宣教的力量很強 不過 不過啦 彼得他不是一直做宣教 他不是 但是保羅 神給他的這個角色 分在他這個地上的他的職分 他是做宣教 水準水準水準 他就一直宣教 一直教導 一直宣教 一直教導 那彼得呢 他是這樣 他到哪裡去設立教會 或者是帶來複習之後 當地就 那個教會就被設立 所以跟彼得他們的職分 還是很大的不一樣 所以宣教的重點就是 讓非基督徒成為基督徒 那野羊變家羊 那是牧會呢 牧師的角色就是 讓小羊 喝零奶的小羊 慢慢成長 陪伴牠成長 讓牠可以吃零糧 從小羊變大羊 或者是從人數少少的 經過牧師的牧養 能夠人數慢慢變多起來 所以我們從今天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人 巴拿巴 保羅 還有彼得 這三種不同恩賜的傳導人 各有不同的功用 那他們怎麼樣去配搭 一個是輔導 一個是教導 一個是引導 宣教是教導 把彼得就是引導人 怎麼樣 在零裡成長 其實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神給我們也有不同的恩賜 這是我們需要去學習的 但是 如果神願意 比如說像我 我就認為我真的講到非常 很弱 但是我也很努力 我很願意去學習 那我也是看說聖靈 到底讓我可以成長到什麼的程度 我也很願意去做挑戰 那我覺得我比較是在關懷 我的恩賜比較是在關懷上 或是陪伴上 我覺得那是我的強項 但是我想神在操練 在訓練一個人 不是只是單一特定的恩賜 神會讓他能夠挑戰自己的生命 你生命長到什麼樣的成長 你認為你可能只是陪伴 但是當你願意開始 跟神親近你熟度神的話 到底哪一天 你就可以成為一個交黨的角色 那我覺得這個都不一定 就是我們願意讓 我們就是開放的心 我們願意讓神來幫助我們 我們願意讓神來調整我們 挑戰我們 或者是操練我們 接受這樣子的一個 怎麼講 接受神的這樣的一個心意 然後慢慢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成為一個 神所使用的和聖心的仆人 那這是我也給弟兄姐妹一個鼓勵 就是你要自我去挑戰 挑戰 願意接受聖靈 放在我們每一個階段 不同的心意跟不同的帶領 這個是一個 讓我們生命能夠更成長更跨越 能夠 能夠 你說想要服侍神 那我們也需要有一段時間的裝備 那當然是我們邊學邊做 但是這個裝備進來了 你開始往外去用了 那聖靈就會在當中去聽當中帶領 然後幫助我們 好 再來 那這裡呢 我剛剛講到 彼得跟這一章本來一直在講保羅 所以在保羅的服飾當中呢 特別穿插提到彼得 那兩個看似好像沒什麼交集 因為但是很奇妙的 就是聖靈在當中做引導 聖靈在當中穿真引線 把兩個人他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服飾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場景 就不同的做的事情 到最後 其實我們注意看 聖靈都會把他們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剛剛講的 彼得最大的見處就是 幫助哥林有一家施洗 然後已經在後面的 我們下 之後會看到 在十五章的一個 耶路撒冷的會議當中 他支持保羅 所以他在 那個耶路撒冷的會議 他的重點是他支持保羅說 外邦人是可以得救 是可以受洗的 不需要接受哥林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從猶太教的傳統 跳脫出來 讓外邦人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信仰 或這個信仰也可以接受外邦人 接受外邦人接納他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跨越 所以無形之中彼得他成為保羅 在福士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幫助者 他們可能自己不是很清楚 但是神用保羅呢 如果沒有彼得 其實保羅的福士是站不住的 他的果子不會被耶路撒冷教會接納 因為彼得呢 他為保羅開路 而且他非常支持保羅 如果沒有彼得的話 這個福音他會被限制在猶太人當中 所以不管保羅怎麼傳怎麼講 怎麼叫外邦人的 就其實他們都沒有辦法 跟耶路撒冷那邊的教會合一 那彼得呢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強領 那彼得起來傳福音給外邦人 因為保羅也跟著做 那彼得他是被耶路撒冷教會所接納 所以保羅的福士 他需要彼得這樣的一個角色 來為他開路 這是一個很巧妙的聖靈在當中的 一個引導跟靈結 求生讓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我們每一個人在做的事情 神都會有客套 神都會安排同工弟兄姊妹在我們的身邊 來一起來服侍 那不管恩賜如何 不管作風如何 但是如果我們同感一靈 不要因為每一個人的不同有爭執 或者是說我不願意接納你 你跟我不一樣啊 我的風格我的style就不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接受你這樣 不是 如果我們真的是同感一靈 我們願意以愛神為基礎點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的配合 互相的包容 互相接納 彼此相當能夠同心合一的 來為主成就神所要做的一個事工 好所以使徒行傳呢 叫我們看見聖靈他是很真實的 而且特別在一個動盪逼迫的環境裡面 我們自然會去尋找我們內心的那種平安 那開始每一個人 特別在外在一個東彈的環境 每一個人好像 開始能夠跟聖靈有親密的聯繫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教會的發源地 耶路山人的教會 他好像 我剛剛講他好像非常的驕傲 非常的封閉 其實他慢慢走向衰弱 甚至在後來他還經歷了很多年的這個饑荒跟貧窮 他需要靠著外方的教會來救濟 但是我們看見反而走出去的門徒 他到處去建立教會 他充滿了生命力 所以當我們願意給出去的時候 其實聖靈在我們裡面 他生命的活水會不斷的透過我們流出去 但是我們一旦變成這種宗教僵化的這個系統 反而會停滯下來 反而你就是內聚會自嗨 會自我感覺良好 我覺得我做這個很好 我就是為了神 但事實上是這樣 不一定 所以生命裡會慢慢的停滯 那真的是 求主使用我們每一個門徒 來幫助我們 能夠成為一個有生命的活力 我們能夠分享神的恩典 能夠讓這個祝福 能夠由我們出去人氣 那我們起來禱告 親愛天賦們感謝你 主要謝謝你讓我們 透過十路行傳 所有這些門徒們 我們在他們身上 我們看見了聖靈的幫助跟帶領 而且我們知道聖靈的工作 是一直不斷的向前 向外去擴展 再是沒有難成的事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把自己的軟弱 把我們自己的敗壞 把我們自己的老我 把我們自己的有限 交在你的手中 學習相符在你的面前 我們學會來感受到 來敏銳的跟隨聖靈 讓我們可以像彼得 像保羅 都在你的手中 成為你合用的器皿 在外在的這個 艱困的環境當中 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能夠同心合一的 為你擺上 在聖靈的幫助跟引導事下 我們更能夠大膽的 奉主耶穌基督祢 來為人禱告 來幫助人 來引導人 來述說神在我們每一個人 生命當中的神跡 這個神跡就是 神在我們每一個人當中 所走過的痕跡 祂怎麼樣改變我們 祂怎麼樣破碎我們 祂怎麼樣幫助我們 重新在豬裡面 再站立起來 成為一個心臟的人 謝謝主 求主使用我們 能夠成為眾人的祝福 這樣的祈求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靈 Amen FB